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虎方桥的千儿胡同 这里面有什么美食呢 走 咱进去看看 各位 吃了吗 今天呢 我们带您造访一下 南丸北济烤肉牛 三家之中的烤肉牛 大家就所在虎方桥千儿胡同这个位置 里面有很多很多烤肉牛 全是假的 只有我身后这家才是真的 烤肉牛说的就是他家 烤肉牛他家的烤肉呢 我替您稍微试一试 好不好 走 烤肉牛这三家里边最接地气的一个 他今天尝尝这个肉好不好吃 有一说一说二说二 好吃我就推荐给您 最好吃就甭奶 当时呢 现在不要讲这个螺皮 这是螺皮饭的 这吃饭 太一般了 不要讲这个 这个不推荐 严格来讲 质子烤肉就贵质的 比较比较大 咱们有氧的那种 它那里还叫骨 有洋葱 有香菜 一样都倒着那烤花一起烤 大家演一下 这个烤肉怎么烤 怎么吃 一定要这种感觉啊 烫开了啊 烫开了 香味一切就出来了 口水跟着流啊 哎 好香好香 它有些料很牛逼的 它分这种饰料和这种干料两种 就饰料是五千一碗 干料是免费的 这个料呢 特别的咸 或者这个味道因为它变掉 不建议大家要这个料 因为费钱 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或者蘸这种干料 免费的干料非常好 质子烤肉就得这么吃 而且质子烤肉分文汁五吃两种 文汁就是为了我们友谊来吃吃吃 我吃的基本上是 吃吃吃吃吃吃吃 吃这质子烤肉的乐趣就在于 一般吃酒 那三点 文汁最努力的就是质子烤肉 过去只有子弟能吃 一般来讲 巴西也可以算子弟 然后那些读书员的儿子 也有以前有市里家庭的孩子 民主哥们比较喜欢吃这个民主 别人吃不起是吗 尤其明清两代肉还是很贵的 像明朝能载牛的吧 质子烤肉实际上有传说是 公司传出来的 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是公司的产品 流入民间以后 原来最早倒是我没干上 但我父亲小时候那种 老北京是有挑挑 卖这种柿子烤肉的 大家可以想烤一点这个羊肉啊 牛肉啊 然后过来卖过程 尤其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 那么多的夜宵 你可以想一下 比他们什么现在什么深夜食堂啊 好多的呢都 远远不是那种 棒子 韩子烤肉 他们能比的 美食 除了中国还有谁 虽然任何一个国家 是能比过中国吹牛逼的 就跟冰方球一样 谁来都不好吃 比如说 你美食著成什么法国啊 意大利啊 联合到一块 你都中国一个省啊 更不说什么韩国这种傻逼国家的 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 也是美食超级大国 任何食材到中国只分能吃的 和加工加工能吃的两种 这法国傻逼皮吧 海鲜拿走 他就不会做饭了 你中国去把油拿走 我张上火 我蒸了给你吃 你给你吃 都很牛逼的 完整上呆了 太炸 炸 我们要往前看完视频以后 觉得白酒酒的还不错的 我们要特别能喝啤酒的吗 弹幕或者评论告诉 咱们可以喝个室友 用个酒精 弹幕或者评论 张力喝酒 南南北济烤肉牛 烤牛是首选 因为它接地气 我们吃爽了 该点的都点了 我们五个人花了311 又好吃 味道完全不出任何意见 太快了 想知道我们这些 连花过的冤枉钱 和走过的冤枉道 就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 回复 可以